我叫小浪 是名建筑工人 气候变转导致灾难发生 滔天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 幸运的我找到了一块木筏 我要努力的生存下去 木筏求生第73天 白天我意外捡到小矮道的密信 得知他一直在欺骗我们 图谋不轨 晚上的我辗转反侧 正在想办法解决此事 等等 我想到办法了 小矮道心怀不轨 多留他在木筏上待一天 对我和秀美的来说都是威胁 所以我决定偷偷送他走 对 就是送他走 小矮道不仁 但我不能无意 这次我想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此事 给他建造一个小木筏 让他走 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 我得赶紧行动起来 先去建造一个小木筏 这么大应该可以了 再去给他弄一个船帆 净水系也来一台 锅也是 不能让他在茫茫大海 咳死饿死 最后再给他两项资源 OK 我已经人之意尽了 去跟他摊牌吧 让他驾驶此木筏 赶紧离开 时间也不早了 我必要在天亮前 把他送走 走 好 事 小一道果然有问题 走 戳穿它 呸 又喝 小弟弟 大晚上出来溜达呀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你都没有看我拿出来试什么 你就一直摇头说不是你的 还不承认 这是白天咱俩一起干活 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错不了 这是我以前写的 我现在改鞋归正了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怀疑小杨之前的死 跟你脱不了关系 这木发上我是不能留你了 今晚你必须走 装可怜也没有用 刚才不承认 现在承认了还说是以前写的 来回都是你 哼 木发船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看你还小 我不想下手 咱们好聚好散 你走吧 终于和平解决小小道的事件 我也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哇 一下睡到自然醒 无忧无虑无烦恼 这生活真爽 嘿嘿 哎 奇怪 这锅里怎么都没有饭啊 我去看看弟弟 是不是还在睡懒觉 嗯 没人 去哪儿了 是不是在浪哥那儿 过去看看 也没有 今天是什么日子 浪哥怎么这么贪睡 浪哥 起床啦 哎哟 吓我一跳 兄妹子 这么早呀 这都已经快中午了浪哥 对啦 我没看见小弟弟 小弟弟去哪儿了 嗯 是这样的 来来来 兄妹子 出来我给你讲 这两天 小弟弟跟我走得近 我俩已经交心了 昨晚 他和我彻夜长谈 他说他年纪还小 想在这片大海上 出去闯荡一番 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海上事业 我也觉得他年纪轻轻 确实应该出去历练一番 所以就让他走了 我还给了他启动资源呢 啊 浪哥 这是好事呀 那他为什么都不给我道个别 哎呀 小弟弟知道你对他特好 怕你伤心呀 男儿志在四方 每天跟着咱俩也不是办法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他自己就悄悄走了 哎 好吧 只希望小弟弟他一切顺利 能在海上创造出一片 他自己的事业 嗯 确实 对啦 既然小弟弟不在了 那浪哥你今天还做三个人的饭 小弟弟那份我代劳了 小海盗现在应该走远了 我上午的撒谎只是善意的谎言 也不知道能隐瞒秀儿妹子多久 只希望最好吃一辈子 浪哥 浪哥 嗯 秀儿妹子 昨天我生产了不少的染料 咱们一起继续粉刷木筏吧 嗯 可以啊 那好 浪哥 我来给你一些染料 我陪你一起干 好嘞 好久没有和秀儿妹子一起干活了 我越来越感觉把小海盗送走是件好事儿 我和秀儿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 那小子真狠 我脑袋都被打开花了 到现在都没有好 阿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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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 上京都五一百天 耽误大事儿了 有个小姚这次出去玩玩玩玩着我 都这么多天了 要失败了 就走到天涯海角 我会把它挖出来 绝不勤劳 阿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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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